本台消息 1月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国务委员长金正恩 护制新年贺电 共同宣布将2024年 确定为中朝友好年 并启动系列活动 习近平指出 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 中朝有意 由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 亲手缔造 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 凝结淬炼 在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 持续深化 近年来 在双方共同努力和推动下 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 步入新的历史时期 双方密切战略沟通 深化务实合作 在国际多边事务中 加强协调配合 推动中朝关系不断发展 捍卫了两国共同利益 维护了地区和平稳定 习近平强调 新时期新形势下 中国党和政府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看待中朝关系 维护好 巩固好 发展好 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 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 中方愿同朝方一道 以两国建交75周年 继中朝传统友好年为契机 弘扬传统友谊 深化战略互信 增进交流合作 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 共同谱写中朝友好新篇章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不断做出新贡献 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 2024年是朝中建交75周年 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朝中两国各自社会主义建设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国际形势复杂演变 朝中两党和两国政府 将2024年确定为朝中友好年 根据时代要求 进一步升华发展 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 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期待和愿望 朝中友谊是在社会主义斗争中建立 并巩固发展的 我坚信 在新的一年 朝中友谊牢不可破 将得到充分彰显 朝中两党和两国政府 将通过举办朝中友好年活动 加强政治 经济 文化 等各领域交流往来 增进友好感情 拉紧团结纽带 在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的 共同斗争中 进一步加强协作 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